当985医学女博士连最简单的打劫都不会时 一项温柔的导师在也忍不住发飙了 你这个是感觉在弹琵琶 你们自己看看自己 我门口找个杀鸡杀鸭都给你打得好 三个医学实习生虽然都是优秀毕业生 但却连最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 如果让这样的学生进入手术室 那将会对病人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威胁 这三名实习生究竟是什么来头 这家医院为了招收一些优秀的实习生 前往各大名校发出招生邀请 然后通过他们在医院的实习表现 来露取一些能力上比较优秀的实习生 直接成为医院的骨干成员 而这三名实习生 就是经过百里挑一的人才 其中这个女生更是本说连读 资历比其他实习生要光纤太多 他们的导师是这家医院的主人叫做严生 这几个月负责三名实习生的考核工作 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几个名校毕业生看起来什么都会 但等到真正上手的时候 却一个个都傻了眼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学历并不代表能力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 严主任就给了三个实习生一个下马位 这天早上 严主任一大早就进了手术室 然后忙了一上午直到一点多才出来休息 但来到房间里的严主任 看到了让自己非常生气的一幕 一名实习生直接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想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叫醒这名实习生 但这个男生似乎睡得很香 并没有察觉到一样 直到其他实习生匆匆赶来 这名实习生才忽然惊醒 然后赶紧向严主任道了歉 但严主任似乎对此很不满意 于是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看人家族里都在工作 你们都还蛮舒服的啊 一个在沙发上打瞌睡 另外两个人不知所踪 前面几轮考察下来 其实你们够呛的我跟你说 听到这话后几个实习生惊呆了 他们就像做了坏事一样不知所措 但会想起早上自己都在干什么 然后一个个愧疚地低下了头 训斥完三个实习生之后 严主任准备考验一下这几天他们的学习能力 早在前几天 严主任就带这实习生上了手术台 然后让他们在旁边认真记录 并要求学会打劫的方式 几个实习生就站在旁边认真学习 几天之后 严主任想了解一下这几名实习生的学习成果 于是就询问打劫学的怎么样了 问到这名女博士时 她置之无无有点说不清楚 但最后还说了一句学得挺好的 可严主任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 直接让女博士上手实际操作了一遍 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严主任彻底生气了 985一学女博士竟然连最简单的打劫都不会 一向温柔的导师看见这一幕忍不住发飙了 你这个是感觉在弹琵琶 你们自己看看自己 我门口找个杀鸡杀鸭都比你打得好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几天之前 严主任带着三名实习升上了手术台 然后手把手交了他们如何打劫 他们也点头表示自己学会了 几天之后 严主任想要考核一下几人的学习成果 就让他们进行了一遍实操 可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这个本说连读的985女博士 虽然点头表示自己学会了 但手法却差的让严主任发了标 更令严主任没想到的是 不禁女博士不会打劫 就连其他几个实习生也生疏的不像是练过一样 严主任很生气 然后告诉他们不管今天练到几点 必须学会最基本的打劫方式 说完这个之后 严主任又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副枪镜 这个他之前也说过 让几个实习生在空余时间多练习练习 现在他想检验一下成果 严主任首先让一个男实习生上手操作 谁知道这个实习生已上手 严主任就看出了问题 明明惯用手是右手 实习生却用左手来操作 可能是严主任的询问让实习生压力倍增 他慌乱之中连连出球 最后连最基本的线都被加稳 严主任不忍再看下去 然后让第二个人接着上去 但女博士仅仅是两个器械拿的手法 都没有拿对 严主任又让第三个人上手 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几个实习生连最基本的器械都没有使用明白 严主任非常严厉地指出了几个人的问题 然后几个实习生就又开始了学习 可能是严主任的语气太严肃了 女博士下班之后再更衣是哭了起来 不过她也没有过多的情绪表达 睡了一晚之后就又重新收拾心情 开始了新内容的学习 虽然严主任前一天嘴上很严厉 但她还是非常看好几个实习生 尤其是本所联督的女博士 在一台手术上 严主任带着女博士在一旁学习 然后教着她如何运用镜子来看清上面的图案 在手术结束之后 又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那就是前天晚上学习的打劫 严主任想给女博士一个表现的机会 然后就让她做接下来的步骤 可很遗憾 女博士的手法还是不够熟练 在手术结束后 严主任带着三个实习生进行复盘 然后让他们分别支出手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其他两个实习生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但到了女博士这里 却支支吾吾没有说清楚 或许是察觉到了女博士心态上的变化 在下班之后 严主任赶紧单独开导了一个女博士 她说自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并鼓励她自信一点然后请假练习 这样的郝老师真是不多见 开导完之后严主任就离开了 女博士也回去了睡觉了 他们还会面对怎样的困难呢 985医学女博士竟然连最简单的打劫都不会 一向以慈善待人的主人也忍不住发飙了 你这个是感觉在谈琵琶 你们自己看看自己 我门口找个杀鸡杀鸭都给你打得好 在训斥过几个实习生过后 女博士心态却有点崩溃了 严主任察觉到后立刻上前安慰了一番 然后他们就又开始了新的学习内容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 但女博士的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睡一觉起来之后 女博士又积极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 而晚上夜班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严主任对她刮目相看了 这天是女博士上夜班 而在病房里突然传来了喊声 她赶忙上前查看情况 原来是一个老爷爷患上了悲害妄想症 一言不合就要把自己的真管 女博士看到后先是茫然无措了一小会 然后立刻上前安抚了老爷爷 无论老爷爷什么样的举动 他都尽可能地安抚他的情绪 最后终于靠着自己的能力 将老爷爷给安抚了下来 可就在他洗漱完回病房的时候 老爷爷又出来了 女博士随机拿了一本书给老爷爷看 然后便给他讲解并安抚情绪 最后终于在凌晨一点的时候 将老爷爷给安抚睡着了 这一幕无论是屏幕前的嘉宾还是严主任 都看在了眼里 退一万步来讲 这是每一个出入职场都会犯的错误 而女博士只是更加的暴露在了大众事业 终于在第一阶段评级的时候 严主任认可了女博士 为了不太打击女博士的自尊心 严主任说出了不少她的优点 然后给予了她不小的认可 最终还给了她继续下一阶段的机会 女博士在后面还会有什么表现呢 她会顺利留在这个医院吗 2 各一堆